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在新加坡的第三天 今天我有特別就是找了KK Day轎車 我包了六個小時的包車服 然後待會就是要先去吃早餐 這一次就是選的早餐店 跟以往比較不一樣 這裡都想要去吃雅昆比較在地的早餐 但我這一次就是選了一些 我覺得比較偏網美在百貨公司裡面的早餐 很厲害的brunch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吧 超級大台的車 歡迎收看一隻阿圓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喔 各位到了 它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I.O.N.O.T.A. 這些感覺超高級的 我之前都沒有來過 我一進來就看到很多百達北利 跟Kerry威士都超級高級的店 那現在呢要去吃早餐了 所以找一下味道在哪裡 如果有新加坡的觀眾 就是很常來逛這間 或者覺得這間很讚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區留言跟我說 這手扶梯超級長的 哇 它的天花板這個顏色會變耶 到了 就是這一家 這家店 欸很酷耶 它是在停車場的旁邊 百貨公司到五樓之後 走出停車場 然後它在隔壁 我跟你講這邊超級漂亮的 你們真的有機會一定要來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次來新加坡 真的是體驗了很多 我之前來新加坡沒有體驗過的一些 不管是餐廳 或者是一些打卡景點等等的 這邊呢往外看超級無敵漂亮 這邊下面的四樓 美到不行 因為它是一間 非常高級的百貨公司 我現在呢把鏡頭轉給你們看 很扯吧 這邊是五樓 放眼望去 我就是非常的喜歡 新加坡的這種四樓感 就是有一些綠色植物 然後搭配很漂亮的建築 然後我吃的餐廳就是這一家 非常的推薦大家可以來 往下看真的很漂亮 就是超級無敵乾淨的 騷馬點餐 現在進來了 本來想說昨天要先預約 但是 欸 沒想到這個時間 人蠻少的 很幸運 因為這間店超行 跟說大家來這間百貨公司 都會指定想要吃這一家的brunch 對 飲料來了 剛點了一杯 豆茶辣椿 好好喝喔 它沒有另外加糖欸 超讚 因為我剛剛很擔心說它會加糖 因為我早上不太想要喝那種 一種糖的飲料 但是又不是覺得 可能你們會比較喜歡的飲料 它的那個茶香味道很濃郁 然後牛奶又不會到太甜 來了 這是我剛剛點的 酪梨吐司 它旁邊就是還有一個超級大顆的蛋 它的顏色超美的 就是金黃色的 它這個蛋裡面 滿滿的奶油 非常的香 它裡面是有avocado 可是我過往吃過的 任何avocado的吐司 或者是美食 其實它的酪梨味都會超重 可是它這一道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 酪梨的有一點點那種腥味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就是酪梨偶爾會有一點腥味 它完全沒有 而且它搭配了其他 綠色的蔬菜下去做 這樣子打完之後的那個醬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感 會有一點點的清爽 切好了 那上面還有番茄的碎丁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 會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清爽 然後它的那個麵包 是有點像是那種 德國黑麵包的感覺 有一點點硬 但是我覺得算是蠻特別 因為我過往吃的吐司 都是夾偏軟的 我真的覺得除了吐司 那一塊不是我的菜之外 剩下的都非常完美 看起來很厲害吧 好棒 它這一顆蛋敲破 我剛剛還沒有放到嘴裡 就是光是這樣子拿起來 它的那個松露的香味 就整個撲別人 超級濃郁 然後吃到嘴裡面去的時候 哇 它那個松露醬給好給滿 它沒有任何一個部分 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是超濃郁 很均勻 然後再搭配它那個蘑菇 跟它那個起司很香 很好吃 我覺得有配那個蛋的 那個蛋黃的醬 跟沒配的口感不太一樣 有配的話會中和掉 它那個松露很重的鹹味 但如果沒有配的話 我覺得單吃松露醬配 義大利麵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但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偏單吃 就是不要配那個蛋黃 不過不管是怎樣 我覺得這一道非常的好吃 因為它很值得一點 接下來要來吃這個 據說是慢火細燉6小時的雞肉 我來吃吃看看 這個肉有香味耶 哇 它那個炭烤的香氣超級重的 它不是本身只有那個外皮有香氣喔 它肉質也有香氣 但我必須誠實講 就是我覺得它的肉不夠juicy 如果它可以再更juicy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吃 不過因為它外面就是它搭配的那個醬 跟馬鈴薯泥 就是有幫它滋潤到 因為我自己對於雞要求比較高 因為我覺得雞本身就是要做成料理 如果不夠嫩的話 我自己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我覺得它搭配的那個醬料 就是熱救了它 不過本質的那個肉夠香 我覺得這一點很沾 這一道我覺得可憐可不點 但是剛剛那兩道一定要頂 大家剛剛已經吃完了 早午餐了 現在呢來新加坡的哈姿巷 其實這邊是我之前沒有來過的 這邊也有很多那種小店 我覺得都是大家可以就是來逛的 其實我覺得蠻好逛 而且人真的很多 比方像它會有這種公仔店 就蠻酷的 然後也有這種開貼機店 然後對面也會有一些 飾品店啊很多 我覺得這一條規劃的還不錯 就是讓你在這邊一邊逛的時候 不會一直曬太陽 因為其實現在正中午 太陽真的超大 然後蘇丹教堂就在旁邊 聽說這邊超級多日本人 來新加坡就是指定一定要來 這附近這樣走走 有一間感覺是 我的觀眾們會很喜歡的一間店 這是什麼 十二生肖 我覺得這間店有點像是那種 印度Y2K的感覺 它裡面顏色非常的繽紛 然後我覺得算蠻好逛的 因為它其實這邊一整條過去啊 也幾乎都是那種 比較偏印度文化風格的店家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就是有一種 文化大龍爐的感覺 還有結合一些現代年輕人 會很喜歡的地方 像日式或韓式啊 拍貼機啊 飾品等等這一些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邊應該算是很多人 如果來新加坡 一定要來逛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之前其實都是 就是帶大家去吃東西 但是比較少逛街 因為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會覺得新加坡 應該不是一個 主要以購物為主的一個國家 大家來應該也都是會 比較想要來吃東西之類的 但是我這一次來就發現 哇 其實有非常多 很好逛的地方 大家其實是可以來逛的 蘇丹教堂在這裡 我們要去看教堂了 因為這邊呢 就是也算是一個大地標 就是你來了 如果沒有來看這教堂的話呢 就是就是白來了 哇 這邊其實蠻多那種 咖啡廳什麼的 哇 好多人在喝咖啡喔 在教堂的前面這邊 超級多攤販 哇 這邊好熱鬧喔 給大家看 往上看就是教堂欸 哇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教堂 它是蘇丹回教堂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清真教堂 如果大家想要進去的話 它基本上是免費的 但是你進去參觀的話 你就是一定要拖鞋 然後不可以穿無袖 也不可以穿短褲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來參觀的話呢 是可以的 就是記得你的服裝 只要有穿對的話 就可以進去裡面看看 帶大家簡單的逛了一下它資像 現在呢 要去 也是我在新加坡超級喜歡的一個地方 濱海灣公園 耶 道路 這邊可能傍晚一點來會更好 現在買票要去搭這個 有點像接駁車 然後它就是中間都不會停 可是就是可以 你在車上就幫你導覽 全英文導覽的 正前方這裡 然後一個人是10塊錢 現在進來了Flower Dome了 然後這個呢 也是需要買票的 這邊裡面超舒服的耶 它是室內空間 有點像植物園的概念 很美很美 給大家看一下 超美的 非常的療癒 各式各樣的植物 還有用木頭編織的動物 我覺得這邊超級適合 就是下午天氣很熱的時候來逛 因為它裡面是冷氣 就很舒服 然後它有分非常多不同的區域 有Salt African Garden 然後也有Australian Garden 超漂亮 在這邊花五顏六色 給大家看看另外一面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就是Flower Dome這邊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超級巨大的溫室 那它裡面幾乎都是花朵 不過呢 它的花朵呢 其實就是會定期的更新 主題也會定期更新 那剛好就是這一次它的這個主題呢 是比較華人中國風的主題 就會吸引到很多西方的觀光客來 然後它每一期都會不一樣 那像是下個月 這樣就會是日本的主題 我剛進來 進來整個超讚看 大家看我後面 巨大的瀑布 我覺得超級無敵美的 這個有點像星耀張椅的那個瀑布 這邊呢 曾經是世界最大的瀑布 但是呢 後來就是被星耀張椅超越了 不過我覺得這邊跟星耀張椅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它也是一個超級巨大的溫室瀑布 這邊太值得來的 跟剛剛Flower Dome比的話 我覺得這邊更讓人震撼 因為剛剛的Flower Dome 它就是很多的花很漂亮 所以你會下次再欣賞一個花園的感覺 但是你一進來這邊 這個是很震撼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現在上來六樓了 然後呢 我這一次在滨海灣花園的所有門票 也都是透過KK Day 那其實透過KK Day 有的時候我發現會比較省一點 因為我之前好幾次 只要出國在當地的櫃檯買票 都發現會比較貴 所以大家如果十次有事先先規劃好的話 會建議可以在KK Day上面 直接先訂票 我覺得是最可以省錢的 而且其實從這邊如果你想要傍晚大概七點四十五分 想要看它那個燈光秀的話 其實從這邊也是可以看得到 這個超級巨大的湖 然後它中間有個噴水池 然後它其實濱海灣花園超級大 晚上七點四十五分的時候 這邊都會有一些燈光秀 而且它那個燈光秀我非常的推薦 就是可以躺在地上 我覺得很棒 這邊其實後面很美 給大家看一下 金沙酒店 有機會一定要來住一次 現在是不是傍晚的時間 大概六點半左右 現在帶大家來看 空中花園 這邊是一個觀景台 接近日落的時候上來 感覺應該是最漂亮的 因為現在人超級無敵 我覺得這邊有一點點像我上個月去泰國 那個新的那個地標 有點像 趴著趴著 喔唷 不用趴著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剛剛的花園 冰海灣花園 本來想說要去後面那個樓上那邊 可以吃東西 然後一開始一直找不到入口在哪裡 後來就是疑問之下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呢 是要事先預約 而且是要從一樓打上來的 所以呢 從你這邊觀景台 是沒有任何一個入口可以進去的 於是 就在這邊 買了一杯這個飲料 坐在這裡 欣賞日落 應該就會慢慢 太陽下山了 哇 超漂亮 剛剛已經帶大家看到 從日落到天黑了 是不是超漂亮 然後現在呢 就是要去看那個 冰海灣花園 7點45分的那個燈光秀 然後我一樣是從 觀景台這邊往下看 之前就是有拍過 我是直接 就是躺在地上看的嘛 就那個畫面 我覺得也很漂亮 可是那個呢 你們看我另外一支影片就會有 可是我現在是從上往下看 好 現在秀給大家看 各位我回到飯店啦 這一次呢 就是今天帶大家去的這所有的地方呢 就是都是我之前來新加坡 完全沒有去過的 然後呢 也推薦大家 新加坡之旅呢 就是可以鎖定這個 加倍新樂趣 大家只要到KK Day呢 去線上購買 輕鬆的體驗就可以囉 而且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套票 不管你今天呢 是在新加坡或是在其他地方的話呢 都可以直接透過 KK Day的官網去購票 這樣就可以更方便啦 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 詳細的資訊 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們就是 對新加坡有任何的 呃 票務上面的興趣或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直接點選連結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這樣子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回台灣